随着猎毒人的热播,观众对该剧也是褒贬不一,女主角被吐槽应该是最多的,然后就是剧中反派人物的各位演员大神们,几乎都是曾经饰演军人的硬汉角色,比如说剧中的蝎子、老鬼、阿龙等,都曾经在特种兵系列剧中的饰演过军人。 此次他们饰演反派,也将人物性格拿捏得很是到位,但是在剧中还有一位人物,也是曾经饰演过军官的人,并且还和剧中老鬼的扮演者夏侯斌,江一南的扮演者侯梦莎一起搭到出演的。 他就是剧中米灯的扮演者关亚军。 关亚军,中国大陆男演员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,代表作品有名相结,玉某,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,陆军一号的关亚军虽然算不上家喻户晓,但是出演过的电视剧还是不少,虽然观众熟知的,应该就是在陆军一号中的旁威吧。 他是空军突击旅副旅长,人称锦先生,这个名号的来源也是因为他自身的性格,虽然他的官不算小,但是做事却太过谨慎了,一点都不会灵活变通,而且特爱拍马屁,活生生一个马屁精。 小编印象最深的,就是剧中郭副部长,丽林指导工作的时候,郭副部长提前强调在训练基地和战士们吃捡餐。 唐副旅长为了拍马屁,命令厨房做了一道红烧鲤鱼,并送到训练基地,结果在他的百般催促下,送餐的人栽了跟斗,鱼也全部倒在地上了。 唐副旅长马屁没拍成,领导还将他批评了一顿,那个时候的他,应该想打个地洞钻下去吧。 而在猎毒人中,敏登从一出场就是个狠角色,他是楚门楚天南的手下,和印塔一起成为楚天南的左往右臂,但是他身上似乎比印塔多了一股狠劲和一些欲望。 楚天南居留期间,他为了毒霸在楚天南身边的位置,不但毁了印塔几个工厂,杀了印塔的兄弟,还差点连印塔也杀了。 就连楚天南的助理来劝说,敏登都敢拿枪指着他,就在楚天南命令印塔。 在一个月以内,生产出天宫二号时,敏登直接派人杀了制毒师阿姐,就连吕云鹏也是靠着对螺丝刀的熟练运用,才救了自己一条命。 要说那些毒枭狠,敏登应该算是比毒枭狠狠的人了,不过此次关亚军的演技真的很到位,恶狠狠的表情,还有一头放荡不羁的卷发,不管怎么看,都是一张坏人的嘴脸。 感谢观看